毕业季节要到了 为了让小朋友们可以留下珍贵的回忆 吉安湘的幼儿园24号上午特别安排专业摄影师 为大班的毕业生拍下人生中第一张毕业照 好来 再一次来 一二三 耶 吉安湘的幼儿园第28届全体小小毕业生穿上毕业袍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列队排好 整理服装仪容抬头挺胸 跟着摄影师的口令摆出震惊八百 可爱逗趣又搞怪俏皮的表情动作 在孩子们此起彼落的欢笑声中 完成毕业纪念册的全体合影 恭喜所有的小宝费长大了 58位的孩子即将迈入国小 另一个学习的里程 我们相信在吉安湘托奠定的基石 让他们学会了快乐 学会了承担所有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也祝福未来的每一个 学习的日子都能够平安学习快乐成长 当然吉安湘托奠定也为他们来安排 更值得难忘记忆的毕业典礼 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最好的记录 在毕业的合照之后 也会带来未来他们每一年的回忆 甚至于是长大以后细细点阻的一个成长历程 为了让小朋友们都能留下珍贵回忆 吉安湘地幼儿园在24号上午 特别安排转业摄影师 为大班毕业生排下人生中第一张毕业照 而吉安湘地幼儿园也将在5月15日公告 早生讯息 如果家中有借铃路员的小朋友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留意公所网站或自电洽询 记者许丽琴吉安湘报导